欢迎进入八点电视早餐 我们来看到这个台湾小子呢 好小子一阵成名 不过几天前其实林书豪还是默默无闻 这NBA的新人呢 当时呢尼克队官网就有很多球迷来留言 说哎 林书豪是谁啊 尼克队找他根本就是浪费钱 而林书豪他自己也在脸书上 他说之前每次他要到这个 麦迪逊花园广场练球的时候 还会被警卫给挡下来 也是问他是谁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光是这个林书豪的危机百科网页 有17种语言来介绍他 林书豪热持续发酵 尼克队的官网上面单一页面 就有三个林书豪的内部网站连结 不过几天的时间 林书豪一飞冲天 去年底 尼克队官网上面发布林书豪加入的消息 曾经涌入反弹声浪 有人讽刺说他是谁啊 凭什么 甚至不客气的骂华人会打篮球吗 炮轰尼克队找林书豪 简直就是浪费钱 当时还有台湾网友看了一肚子火 反击林书豪使台湾伊娜 引发了唇枪舌战 而林书豪的脸书上面也曾经谈及到 之前到球场 警卫总是盘查了老半天 才肯放他进场 当了好一阵子的板凳球员 都坐在水桶旁边 即使待遇大不相同 我过现在的林书豪 不管是心境还是态度 依旧是谦虚 始终如一 如今林书豪和大牌球星们 平起平坐 还享有保全警卫的天王级待遇 就连维基百科也在零来风 原本空荡荡的林书豪版面 突然爆增 几乎都是在这个礼拜内才编辑完成 甚至还有十七国的语言版本 维基百科介绍好小子 一系爆红 林书豪体验人情冷暖 想必会更珍惜 得来不易的任何一切 这位众号报道